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職會 會不會成為民主送行者呢 韓國瑜炮打中央卡高雄 是不是沒用 可疲老神在在等著贏 韓國瑜市長 他最近的成績 大家都會很關注 事實上高雄市議會綠營的 美女議員李雅慧 今天質詢市長韓國瑜 他說本屆的開議到以來 綠營最佛系的質詢 李雅慧問韓國瑜市政成績單 最想填什麼呢 來聽市長的說法 另外一點即使訓局過後 我們也是要嚴密的檢查 昨天這個摩托車騎士 因為騎摩托車摔傷 我也請市府團隊立刻去慰問 我們也表達非常的歉意 諮商真的很歉意 那路的這邊 市政府團隊絕對不敢放鬆 會繼續嚴格的來檢查它 抓住各種可能的 造成路面坍塌的這種原因 我們會全力以赴 好 剛剛聽到高雄市長韓國瑜道歉 是因為昨天發生了一個小意外 沒有錯 主要是因為昨天這個 在路上面發生一個漏洞了 可是大家想說這一次高雄 原本是沒有受到大雨的影響 但是還是出現了露塌的情況 所以市長趕快解釋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對 剛剛就是市長最新的解釋 另外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這一位高雄市議員 他其實是民進黨籍的市議員 但是今天的質詢完全沒有火藥味 也被稱之為說是這個高雄市議會 會起最佛系的一場民進黨的質詢 那這位市議員是問韓國瑜市長說 請他要把成績單拿出來 希望看到成績單是怎麼樣 來聽韓市長怎麼說 回顧過去這歷任市長的這些政績 但是這有很多種選項 假設我的任內找一個地標 或者代表性的作品 留給子孫來評 這是一種追求 另外一個追求是真正的讓人民 感受到經濟緩步的上升 然後全民能夠生活得越來越好 可能沒有明顯的地標 沒有明顯的紀念碑 可是人民生活真的在改善 如果這兩種要我選 我會選擇第二種 雅惠議員這是價值觀的問題 如果要找一個地標 千年萬代之後離開 大家看到我要跟您報告就是說 我會選擇大多數的民眾 生活的改善為最主要 其實我們這幾個月來 再怎麼努力做 對市民來講都是不夠的 因為這是我們應該的 就像6月3號下午 我們要成立台灣很少見的珍珠媽媽 我們已經把錢都湊好了 我們每一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我只是隨便舉一個例子 這也是台灣 可是你說千年萬代之後 韓國瑜當市長 誰會想到珍珠媽媽 不會的 可是對這些少女來講很重要 對 過去市長這些 其實對弱勢的照顧也都做得很好 今天沒辦法一一的列出來 對 你說如果我要建立什麼 真正一個典範 或者代表性紀念的一個紀念品 或者建築物 我想我不會刻意去追求這個 我追求的是 真的讓大多數市民過好生活 像您剛剛講的觀光市場 我們真的把它建起來 若干年之後 大家不會認為菜市場有那麼重要 可是對左營地區高雄地區 所有觀光客來說 當地的民眾採購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寧願把注意力 在這些點點滴滴 而不會迫切的追求一個 有紀念性跟代表性的 這是我的價值觀選項 我特別要跟議員來報告一下 如果有 你說自由經濟貿易區 國際大機場 我們敲鑼打鼓的訓動 成功了 當然最好 如果沒有一個代表性的 說實在 議員 我更重視是民眾的生活 的改善 還有教育的扎根 弱勢的照顧 這是我自己的價值觀 非常感謝你 但是我會緊緻在心 國民黨總統初選 確定要採用對比式的民調 要把台北市長柯文哲放入對比 有人分析 這樣恐怕會對朱立倫情勢不利 他自己本人怎麼說 我絕對是非常穩健的一位候選人 好像今天公布的還是我贏很多 中央協調小組已經開始要啟動 徵詢 你這邊有被聯繫到嗎 目前還沒有 不過我想 這個都是很自然的 沒有問題 我想他們會不會擔心自己 越來越被邊緣化 今天有被邊緣化嗎 今天也沒有 那你覺得如果被邊緣化 可能會是什麼樣的走錯 只有自己不斷的努力 提出好的政見 情跑基層一步一腳印 不用去擔心別人 不用去擔心什麼叫做邊緣化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看到民眾對我的支持都沒有改變 好 說到柯P 柯P今天笑到翻掉了 為什麼 因為記者拿昨天鴻海董事長 郭台銘舔填盤子 這件事情來問他 就他笑成這樣 他怎麼說的 一起來看 我們看郭董昨天在試 其實我很難的收看 這樣夠輕 有人說那個盤子的意思是啥 那你為什麼 好 民進黨這個時候正在召開 中指會討論總統初選方式 開會的前戲 由19位的地方黨部主委 連署挺蔡總統連任 賴清德在臉書發文 他說如果真的在中指會 改變初選規則的話 會強害民進黨的信譽 就在民進黨中指會開會 前一晚新北市黨部主委余天 深夜公布19位 縣市黨部主委的連署書 指他們願力挺總統連任 而這份連署挺賴的 台南市主委黃先祝 自然缺席 你們要不要連署 先任優先 他們說好 因為他們其實都很關心 這次的初選 會造成這個民進黨的 這個基本盤的分裂 這是必然的 縣市串聯 聽總統無疑是給總統一記強心針 但當主席連署也發文 出表達對中指會的憂心外 文莫這一句 引用復仇者聯盟的 一千四百萬分之一的可能 卻讓人質疑中害是把誰比喻為大壞蛋薩諾斯 而就怕中指會更改初選辦法 賴清德一早再喊話 指若訊息屬實 必將嚴重殘害本黨社會信譽 進而使本黨走向淪喪 只是就算賴清德火力全開 總統似乎人不怨傷何氣 我們一定會著眼在有最高勝選的選項 那我相信我們的支持者跟我們的黨 在這個階段還是覺得它是應該是一個 是一個好的選項 換句話說 蔡賴佩還是在總統的選項內 但聽賴的獨派團體恐怕不認同 22號公佈的民調中賴清德的欣賞度 是想選總統的人理最高的 另外總統的滿意度 依然是不滿意高於滿意度 民進黨的中職會前主帥沒出面 但兩方支持者動作不少 TVP的新聞 叫漢文煥柔台北報導 而世界衛生大會WHA開幕 台灣雖然最終沒有納入議程 但是第一天除了我們的友邦之外 包括了美國 德國和英國 都在大會上面發言 直接或是間接的力挺台灣 其中這個美國的衛生部長艾薩 他受訪的時候也強調 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民 應該要得到發聲的機會 對此衛福部就說了 事前我們的業務單位 有特別去加強和各國的溝通 衛福部長陳時中和美國衛生部長 親密握手推特力挺台灣加入WHA 發言時間支持台灣聲浪不間斷 除了十次友邦 包含美國 德國 英國都發言力挺台灣 別人都幫忙發聲了 自家人更是努力爭取空間 一起不調大聲呼喊口號 衛福部長陳時中率團 日內瓦接頭抗議 因為這已經是台灣第三度 沒被受邀參加WHA 經過兩次二對二辯論 大會最終還是決定不納入議程 但台灣的缺席快來國際接建立立體 我想委員可以看得到 其實現在各國對我們參與這個台灣 這個活動的一個發聲越來越多國家 包括美國日本 部長或者相關的次長相關的業務單位 跟民間團體其實都做得相當多的溝通 雖然最後還是和WHA插聲而過 右幫力挺國際發聲 台灣力拚和國際接軌 TVB新聞綜合報導 華為遭到美國封殺之後 他旗下獨立的品牌榮耀 還在英國宣布要推出新的旗艦機種 只不過現在業界都普遍擔心 華為如果不能使用安卓系統 恐怕會流失廣大的客群 才剛傳出Google終止合作的消息 華為旗下的獨立子品牌榮耀 在英國發表了一款叫做Honor 20的旗艦機種 儘管祭出了新機型 但外界最關注的依舊是榮耀的母公司華為 被美國封殺的後續影響 尤其是在Google爭執合作後 有種錯華為 華為手機沒有Google服務 雖然不影響大陸市場 但在大陸以外的新馬 和歐洲市場來說 目前看來都讓用戶很憂心 貿易戰打到華為 但現在大陸駐美大使崔天凱又表示 願意繼續談 態度放軟讓周二美股回升上漲 不過後續隱憂不斷 因為大陸東方航空 現在對美國的波音所求賠償 因為波音737 MAX機型的安全問題停飛 讓東航承受損失 而美國170家運動鞋大廠 也因為飽受高關稅所苦 得被迫漲價 聯合起來向川普成勤 也看到貿易戰的衝擊陸續浮現 TVBS新聞綜合報導